觀眾朋友 昨天深夜的時候 臺灣的疫情指揮中心宣布 臺灣發現第二十四名的確診案例 而這一名確診案例 也讓很多臺灣民眾陷入一個 比較緊張的氣氛 這名案例是六十多歲的婦人 但是他兩年內都沒有出國 他生活非常的簡單 非常的單純 就在社區裡面 運動 怕他去而已 因此他沒有所謂的旅遊史 但是他在昨天確診了 而且現在是重症的情形 這也是到目前為止 臺灣二十四例的確診案例 當中除了那一名死亡之外呢 唯一一個重症的案例 而美國CDC也就是美國疾病管制 預防中心呢 我們來看看 他在今天呢 也正式把臺灣列為所謂的明顯的 社區傳播的國家 不是地區啦 那總之我們來看看美國CDC的網站上呢 其實重要的是說 他其實是去做旅遊警示的目的 並沒有其他說什麼限制 什麼兩國的交通往來等等的 不是這個意思 就是純粹是旅遊警示 美國CDC呢 這一次呢 二零一九年呢 CORORNA VIRUS呢 他說第一個 中國呢 美國是建議所有的美國人 不要去中國 這直接 這是第三級的旅遊警示 香港的部分呢 還是第一級 什麼意思呢 就是美國CDC呢 不會叫你不要去 但是你要去也是可以 可是請你注意 所有的防護 正常的東西呢 觀念呢 你要做到 這是對香港 那關鍵來了 其他的地方呢 是明顯的 這個community spread 之前陳建仁副總統就說 什麼什麼 我們這些社區 感染社區傳播 沒有啦 我們應該是所謂的 只是local的infected 就是我們只是本土的感染個案 還沒有到community spread 就沒有到社區傳播 不過今天美國CDC就直接講說 這些地方呢 是明顯的社區傳播 哪些呢 日本 新加坡 南韓 臺灣 泰國 以及越南 不過我們看到 這不是金長啦 他其實也只是說 旅遊警示的部分 他說呢 什麼叫做社區傳播呢 說有人被感染了 但他感染的來源 跟感染的途徑 不清楚 所以他們認為 這就叫做社區的傳播 可是在這個時候呢 這個傳播的力量 持續性跟廣泛的範圍呢 還不足以達到美國的標準 去提升他的旅遊警示 臺灣現在是處於這樣的情形 萬一有變化的時候 美國CDC會隨時更新 他們這個旅遊警示的部分 總而言之呢 那對美國來講 臺灣現在的狀況呢 就叫做社區傳播 不過臺灣方面 對這樣子的說法 很不滿意啦 他說沒有啊 我這不是啊 我還是零星的社區感染問題而已 所以外交部呢 也去抗議美國說 你這個應該要換掉 這個是不死的 這是現代情形 不過對民眾來講說 如果說一個六十幾歲的婦人 不知道為什麼被誰感染 也不知道在哪裡被感染 而現在是重症的情形下 當然大家會很緊張 我們該如何看待 這個第二十四例 今天好好來討論 介紹三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 當然是公衛界很重要的人士 那現在是監察委員 同時他是世界臺灣 醫衛總會的總會長 張武修 張老師你好 親中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再來歡迎是聯興國際醫院 一直在機場打第一線作戰的 醫療醫部的部長 也是胸腔內科的重要的醫師 謝國洲 謝醫師你好 大家好 直升的媒體人 洪素卿 信聰好 大家好 趕快來看看 第二十四案 所謂的被美國視為社區傳播的 重要案例 為什麼這麼重要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十九號晚間十點半 再公佈國內武漢肺炎 第二十四例確診病例 是北部一名六十多歲的女性 近兩年並無出國史 從一月二十二後出現發燒咳嗽的症狀 二十二號到二十九 後曾經四度就醫 因為出現呼吸急促的現象 在二十九後檢查為肺炎 三十後住院 因為病情惡化 二月十後轉入加護病房 二十九後確診為武漢肺炎 在二十七號的時候 醫院配合指揮中心做針對流感病發重症 檢驗為陰性的 在家做這個武漢肺炎 就於今日確診 那個案目前還在隔離治療當中 由於個案退休後作息單純 除了在家看電視外 就是在社區運動及唱卡拉OK 因此也將針對個案的活動史回溯追蹤 找出可能的感染源 國內十九後一共新增兩起確診病例 包括第二十三例白牌司機的妹妹 以及第二十四例 被捕六十多歲的女性 指揮中心表示 將對接觸者進一步匡列 採檢及隔離 由於第二十四例十九號才確診 目前還需要調閱個案的通聯記錄 確認有無曾經接觸到 有中國旅遊史的相關接觸者 記者 綜合報導 不過可能要補充說明一下 第十九例也就是這個 在中部的白牌車司機 他說到底他是不是社區傳播的重要案例 現在可以排除了 為什麼呢 今天疫情指揮中心 非常清楚地說 我們已經找到誰傳給第十九例的 就是之前懷疑的這個浙江回來的臺商 那理由跟證據是什麼呢 把這個檢體送到包括中研院 跟臺大醫院去檢驗 確實發現這個臺商裡面有抗體 什麼意思呢 就是他先感染了武漢肺炎病毒之後 再傳給這個計程白牌車的司機 成為第九十九例 因此呢 這個傳播的來源 途徑就可以很明確下來了 那等於說 這就可以排除 所謂的社區傳播 或者是社區感染的情形 那他再傳給其他那四個人呢 就是家戶間的群體感染 可是我再請教一下張老師啦 因此我們現在擔心的就是這第二十四例 請導播讓我看第二十四例的情形呢 六十多歲的女性生活非常單純 兩年內都沒有出國 不過一月六號的時候呢 他的女兒的同學從杭州回來 那這個媽媽呢 六十幾歲 第二十四例呢 有跟這個女兒的同學碰了個面 不過因為是一月六號 那他一月二十二號才發病 中間隔了兩個多禮拜 十六天 那這個時間很長 是不是真的是被他女兒的同學所感染的呢 這個可能性 大家就應該比較低一點 二十二號出現發燒 然後呢 二十二號到二十九號 適度到診所去看病 二十九號呢 呼吸急速到醫院去急診 診斷是肺炎 一月三十號住院 二月十號 二月十七號呢 在醫院 然後呢 十七號進行通報裁檢 進入了負壓隔離病房 十九號才確診 就是昨天晚上確診 病況都比其他的確診者還要嚴重 不過呢 我們的疫情指揮中心說呢 這個第二十四案的接觸到三百六十一個人 已經採檢了一二九人 其實大家最擔心的 是不是在醫院內的院內感染 不過一百一十一個人都是醫護人員 都是呈現陰性 其他還在檢驗當中 我們這個就是所謂的社區感染嗎 張老師 這個 我覺得比較像 社區感染 雖然叫社區感染 可是裡面還有很多類的社區感染 以十九例跟他的家族 再加上這個 今天下午確認是浙江回來這個臺商 他們像是 像是個群聚感染 群聚感染 就是一群人在已知的一個地點 已知的一些人 像他們可能一起吃晚餐 或是在家裡一起起居 這個範圍是固定的 所以你是追得到這個來源 來源頭 叫做群聚感染 那麼社區感染是更大 比群聚感染就是你找不到源頭 那麼以十九例的時候 他們找到源頭 這個浙江的這個臺商帶回來的 不過這個中間 我們其實有好幾天很擔心 他可能是社區感染 是 那為什麼這個浙江臺商 前幾次的檢查都沒有呢 因為開始我們都是做抗染 就是直接看病毒的 用RT-PCR要好幾個小時 都測不到啊 原來是他大概已經有抗體了 所以後來臺大中醫院 他們再重新拿另外一個方法去 那這個方法現在很少國家 很少中心可以做 就是前兩天陳部長不是這樣講嗎 他請 不是用RT-PCR 一般醫院就做 到後端的研究單位 用抗體做出來 那抗體現在來源並不多啊 所以他們兩個研究室有做出來才能夠確診 如果我們沒有做這個繼續的努力啦 十九案就會讓我們覺得是 好像真的是找不到原因 就會社區感染 但是呢 十九案目前來看 應該叫做群聚感染 是 是 固定地點 固定一些人 是 那沒有再 沒再拖罪啦 是 那麼 昨天晚上半夜這個 我其實也 整個晚上也是很難眠啦 因為有很多醫療朋友 他們在討論這個案子 那目前 應該我們的防疫團隊很辛苦 在追這些人 然後做檢查等等 必須講是 他們已經辛苦了一個月啦 一整個月 很多人都沒有休假了 目前出現了這個跡象 一月六號 那我們可能要問 一月六號這個 他女兒的同學 現在人在哪裡 他是不是已經是在恢復期 你知道 恢復期還可能會傳染啦 是 比如說他的病毒還是有 那 還有他的女兒現在在哪裡 我不太清楚 防疫中心是不是很快可以知道 因為如果是從一月六號感染 一月六號會不會感染 會啊 因為武漢的 武漢的人傳人 是十二月就已經非常嚴重 是 所以李明亮到十二月三十 李文亮醫師 十二月三十號講出來之後 是已經很多院內感染 所以表示那個時候已經很嚴重 如果那個時候有一個一月六號的 過來的這個年輕人 透過他女兒的關係跟媽媽 假如按照他的描述 是很短暫的接觸 說不定在家裡喝個茶 那麼有近距離的這個揮墨的傳播 那這樣感染 那可是還有一個很特別 如果只有一月六號接觸 後來都沒有接觸 唯一的接觸源就是一月六號 他要到一月二十二號才發病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尋常 那我們就要回到這個賴明昭教授他一步 這個病毒 我們對他還沒有完全瞭解 瞭解 這個病毒產生的病 我們對他還沒有完全的掌握 不要講說 治療的方法 疫苗 這些不管 這個病對我們來講 對臺灣的醫療界 雖然大家花了很多時間準備啊 還是不完全瞭解他的 他這個延後 比如說他潛伏期 是不是真的二十四天 是 我們現在用十四天呢 會不會有特殊的狀況 包括這個 六十一歲的女性 包括假如真的是一月六號 這個女兒的同學傳給他 也都是特殊的狀況 那我們真的是要好好的這個 在醫學上要有深入的調查 今天早上我跟這個醫師公會的一個大佬 吳映東醫師 一早 他是胸腔科醫師 他就說 哇 這個教科書上都沒有寫這樣的狀況 我們應該有一個機會把這些案例好好的做整理 是 跟世界各國分享來交換 所以我簡單講 現在沒辦法馬上他 說他是社區感染 因為呢 說不定兩天之後呢 疾管署調查出來之後 會把這個整個的結構的邏輯做一個連結 我覺得那個時候在那下定論比較 比較合適 不過我們如果回到剛剛我們說美國CDC的那個標準 就是什麼叫做社區傳播 community spread 就是被感染的人 被誰感染的 怎麼感染的 不曉得 但是如果我們回到第十九例 我們今天可以確定是浙江回來的臺商感染的第十九例 所以他就排除了社區傳播社區感染 如果第二十四例 我們可以同樣的在這個從杭州回來的這個 他的女兒的同學身上找到抗體 那麼我們就跟十九例一樣 排除了社區感染 第二個 我們也解釋一下標 也是剛剛那個張老師所說的啦 臺灣的冠狀病毒之父 賴明昭 賴老師呢 他談到這一個所謂的新型冠狀病毒呢 是一個很奇怪的 他儘管致死率不比SARS 但SARS是一個研化失敗的冠狀病毒 因為他害死了他的宿主 他自己也死 但這一個呢 傳播力呢 應該是史上最強 史上最毒的冠狀病毒 儘管致死率不那麼高 但他的傳播力超強 而且他很會偽裝 他很會跟他的宿主共存 也許共存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 我們在中國也看到三十幾天的潛伏期的這個個案 因此這個東西呢 還是必須要我們的疫情指揮中心 好好再去調查清楚 我們再來看看第二十四案 當然會讓大家很緊張 因為這個媽媽 這個六十幾歲的婦人呢 他也沒出國 也沒有很明顯的說什麼跟特定的確診案例的接觸的情形下 去醫院 那後來在最後呢 這昨天被確診下來 所以大家會擔心兩個部分 一個是不是在社區當中 可能已經有這個病毒 我會不會不小心就遇到 這是大家最擔心的 第二個 待會可能就要請教謝醫師跟肅清啦 會不會是在看醫的過程中 如果是這樣 那可能又是像其他國家所面臨到的院內感染的情形 我們再來好好看一下 二十四例所代表的臺灣面臨到什麼樣風險 十九號晚間 臺灣出現第二十四例 武漢肺炎確診病例 是北部一名六十多歲的女性 近兩年沒有出國使 一月二十二號開始發燒咳嗽 二十二號到二十九號四度就醫 因為呼吸急促 二十九號檢查為肺炎 三十號住院 因為病情惡化 二月十號轉到家戶病房 二月十九號確診 為武漢肺炎 也是目前唯一重症患者 指揮中心指出 個案退休後生活單純 大都在家看電視 公園做運動 或和朋友唱卡拉OK 他曾經在一月六號和女兒從中國回來的同學見面 但接觸到發病 間隔過長 研判遭感染的可能性低 因此還要追查可能的感染源 因為一百一十一位 採檢已經是陰性 剩下七位 大概很快 結果就會出來 一月二十一號 台北部下 院長在醫院 院長在醫院 臺灣才出現第一個武漢肺炎 確診案例 但第二十四例 一月二十二號就發病 從時序來看 是否代表武漢肺炎 有社區蔓延的可能性 陳時中表示 這還是要做更進一步的確認 不會 謝氏要請教您 我們來看看 包括蘇毅仁 蘇前疾館局的局長 他說 現在不用去擠這個 擠這個沒什麼意義 你要去爭什麼 社區 橄欖社區傳播 這只是程度的不太一樣 你釐清了 你也不會得任諾貝爾獎 重點是怎麼防疫的問題 防疫現在其實 我們都是超前部署的 所以我們現在早就在準備 社區傳播 不管你認為現在是不是 總之現在先準備再說 長坑大學的病毒感染中心主任 他說 第二十四案發幣 當下 臺灣還沒管制 我們記得他是一 如果是那個女生的同學 一月六號回來臺灣 武漢封城是一月二十一號 之後我們才慢慢地 包括對中國對港澳進行旅遊管制 但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代表意義是什麼 病毒恐怕很早很早就進來臺灣 可能在一月初 甚至在去年底就已經進來臺灣了 才會導致第二十四案 只是說他特別是說 怎麼過了那麼久才發病 那這麼久沒有爆發明顯的群聚感染 所以你也不用那麼緊張 因為如果出事情 早就出很大的事情了 再來新竹馬街醫院的急診外科主任 他說呢 全臺灣現在正式進入下一階段 所以你在看病的時候 不能只問旅遊史啦 你如果說去中國大陸 還是說去日本啊 醫生會很緊張 現在恐怕所有的基層醫護人員 都要全面戒備了 旅遊史已經不是決戰點 你太執著旅遊史反而更危險 臺大的黃立民黃教授他說呢 現在是社區零星感染 可能是無症狀造成傳播 或是返臺沒有確實填寫旅遊史 而沒有發現接觸史 但還沒有到社區傳播的階段 我先請教一下謝醫師 就第一線的醫護人員 你怎麼看第二十四案 所導致的問題 第二十四案 他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現在還沒有找到 他的傳染來源 那其實現在已經有很多 那個醫學上的證據 顯示說有很多無症症 感染者 像案十九 就是有那個輕症傳染給他的 那這個如果說 他接觸他女兒的那個朋友的話 那可能是無症狀的傳染 像這兩天 那個新英格蘭醫學雜誌 就有兩篇投稿 那他是一篇 是從那個廣東省的CDC 他是去檢測他的十四個 十四個那個病人 那其中有一位就是無症狀的傳染者 是 那而且他的病毒量 跟那個其他有症狀 甚至有住院需要就醫的病毒量 是差不多的 那我們知道傳染力 就是跟病毒量 還有病人產生飛沫的這些症狀 是有相關的 所以表示說這個是一個很明顯的證據說 有可能在這個之前 我們還沒有開始邊境 邊境管制的時候 還沒有開始做這些防疫措施的時候 有可能無症狀的那個感染者 已經把病毒帶進來臺灣了 那另外一篇是那個德國 德國他們用包機把武漢的那個僑胞 接回去 那他們接回去一百多個人 那他們在飛機上就做檢疫 然後他檢疫了 出來有症狀的人 當然一下機就送到醫院 那剩下一百一十五個沒有症狀 檢疫起來沒有症狀 而且測量體溫 然後醫師去做理學檢查 也都正常的 這些一百一十五個病人 其中有一百一十四萬 同意他再採檢再回家 那他們採檢之後 有兩位有驗到病毒 那後來有把他送醫 那這兩位裡面在後面 Follow的追蹤的過程中 那基本上有一位後來有產生輕微症狀 那另外一位到截至他投稿為止 都還沒有產生症狀 那另外我剛剛提到那個從廣東省 投稿那個十四個案例 有一個無症狀的嘛 那我們知道大陸就是他的那個電腦斷層 做得很多 他那個肺炎都都用電腦斷層來確診 那這個無症狀的個案 他們也幫他做了電腦斷層 他的背部 完全沒有肺炎的跡象 是 那謝醫師我請教你兩個問題 希望這個問題不會導致不必要的緊張 第一個是 所以現在不管是基層診所 乃至於比較大的社區醫院 乃至於更大的教學醫院 乃至於所謂的負責這些抗疫的第一線的 這些責任醫院 是不是所有的醫護人員 都得把所有進來醫院的病患 當成是潛在的傳播者 這個問題的話 其實從CDC開始提高這個防疫層級的時候 其實所有醫護人員都已經非常注意了 就是說進來的時候 就進醫院量體溫啊 戴口罩 加強洗手這些 其實大家都已經在做了 現在的重點只是在說 我們看到這些病人的時候 我們還要執著在旅遊史跟接觸史 還是說我們要因為這樣子的案例 就來擴大我們檢疫採檢的範圍這樣 你會怎麼建議你的同僚醫護人員 我們我們現在我們的醫院分成 就是分成 就是像我們這種胸腔科跟內科 有一個低線接觸這個 可能會有呼吸道的症狀病人 甚至是去負責採檢的這些醫生 你遇到的都是風險最高最高的病患 對對那這樣子的狀況 我們就是採用最高規格的防護等級啦 是 那只要是照目前指揮中心發布的 那個狀況 就只要是肺炎沒有改善 有流感症狀 我們投入流感藥物 是 也沒有改善的話 那再加上本來有旅遊史接觸之類 我們都會採檢 換句話說 對醫護人員 他們現在很清楚自己所面對到的 這些風險該如何防護 那對一般民眾 我的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那譬如說我 我怕路的 我需要說擔心我旁邊那個路人 我擔心洪素卿 我擔心張老師 他會不會傳染給我 我需要把每一個人都當成 所謂的假性的這一種所謂的傳播者嗎 其實我是覺得應該是不用那麼恐慌啦 那基本上就是我覺得說 我們的防護措施就是 洗手跟戴口罩嘛 那口罩應該是在 像密閉空間會有跟很多人 有近距離的接觸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 口罩就是必須的 瞭解 那如果說你是走到外面公園 那你走過去的路上 每個人都離你很遠 那並且你自己本身 也沒有呼吸到症狀的話 也不是到醫院這種高風險場所的話 是 那應該是不用太緊張 不用太過於緊張 瞭解 素卿我們也來看看 現在這個第二十四案 所謂的導致的一些 大家的心情上 以及實際的作為上 該怎麼去調整 不過我們來看幾個重要的事情 衛福部呢 他其實在今天下午四點的時候 公佈一個重要的訊息 我們已經找到第十九例個案的感染源 就是浙江回來的臺商 那這不是說他們自己嘴巴上說了算 是實際呢 把這個檢驗呢 採血送到臺大醫院跟中央研究院 就是剛剛張老師所說的 用非常謹慎的學術的檢驗方式 那是一般醫院沒有辦法做的 發現了這個臺商裡面有抗體 說得難得痛的就是說 他就中了啦 才去問到別人了 所以這一條線就很清楚的 可以畫出來了 那針對中部的這個家庭 就是那五個人被感染的事情 就超過一個人過世 採檢了兩百四十七個 四個人確診 兩百一十七個人都是陰性 二十六個人還在檢驗當中 持續監測接觸者的健康情形 換句話說 你如果是在中部地區 相當程度危機 相當程度解除啦 因為你就找到了 那再來就是說韓國今天呢 這個問題很大了啦 韓國今天呢 我們疫情指揮中心呢 把韓國呢旅遊疫情呢 建議提升到第一級 那第一級不是說叫你不要去啦 是說你要很審慎的預防措施 我們的這個旅遊警示 第一級算是比較輕的啦 越高級就越嚴重 所以到中國可能第三級以上了啦 我再請教一下 舒青第二十四案 他所代表的防疫的問題 我必須說 我覺得第二十四案跟第十九案 告訴我們同樣的一件事情是 因為武漢其實一月二十三號 正式封城 那武漢封城的這個 節骨眼的時候 其實我們當時主要的 鎖定的疫情的對象 就是湖北跟武漢 所以可是你看 一個是來自於浙江 一個是來自於杭州 所以這件事情告訴我們 在我們封鎖之前 有多少人進來 其實我們並不知道 至少我們看到有可能是兩個 而其中一個已經確定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說 那還有其他人在嗎 這是我們必須瞭解的 那你會說沒有啊 因為他們說都沒有看到群聚 可是你必須注意 這兩個後來被我們找出來的 就是他沒有旅遊史 但是呢 他是重症 我們看到他不是流感 所以我們重新來檢驗他 找到這個十九跟二四 但是我們必須注意 這找到的都是重症 對不對 可是這個疾病的重症比例很低啊 是 是他至少八成以上都是輕症啊 是 對 那這個八成以上的人在哪裡呢 是不是 這告訴我說 我今天找到兩個重症喔 然後這個人 這條線 目前只有他一個 你覺得在邏輯上 或在醫學上合理嗎 畢竟在國外顯示不會是這樣嘛 所以我們必須坦承說 當我們看到這兩個 尤其其中浙江你就確定他二十二號進來的時候 這個確實是一個確定個案的話 我們不能不深刻去懷疑 他一定還有其他的感染的人 已經進來的 他或許無症狀 他或許輕症 他或許當時也覺得我只是感冒 所以你如果說我是一般民眾 我還是必須想說 我就像這個婆婆一樣 或者這個退休的姐姐一樣 我當時也沒有想過 我怎麼可能人在家中做病毒就來了 是不是 所以假設是那個杭州的人 當時他也沒想到 或者這個婆婆 他去了就診 四度去診所就診 周圍的人跟他接觸 也沒有想過 偶爾跟我在旁邊這個人 他其實是一個新型冠狀病毒的肺炎 是不是 所以如果你要告訴我說 一般民眾 竟不用恐慌 但是必須坦承 我在社區裡面 是有機會接觸到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不是嗎 這是必須 我們必須正視 因為事實上全球的公衛專家都告訴你 這個是不可能堵得住的啦 只是時間的問題嘛 所以我覺得與其我們一直告訴大家 沒有 沒有 沒有沒有 沒有社區傳播 我不告訴大家說 我們就正視這個病毒 這個病毒告訴我們 第一 他真的還蠻會傳染的 第二可是他重症率 其實沒有想像那麼高 第三 他有風險族群嘛 如果你不是風險族群 你幹嘛為了這個 不讓自己好好過日子呢 是不是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包括韓國或日本 他們都坦承自己就是一個大規模的社區傳播的前夕 或者已經進入社區傳播了 那他就會有下一階段政策 所以我覺得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是 第一 我們政府開始準備 假設我們未來有進一步的社區傳播 我們要準備什麼東西 比如說包括專職醫院 我們正在做 是不是考慮 或者其他的措施 可是民眾就是 你保護自己的措施 是一樣的 因為早就告訴過 你戴口哨是不夠的 重點是風險人物保護自己 沒有風險的人洗手嘛 你你老實說 這樣子你已經夠了啦 因為其他國家都已經那麼嚴重 他也沒告訴你 你要每天緊張吸氣 害死自己啊 不過其實從第十九例 我們就開始會跟所有的觀眾講說 你不能說在路上碰到病毒的機率是零的 因為他機率其實已經有了 而且說只在做 就邏輯來看的話 這個病毒 如果二月六號就進來 一月六號就進來的話 他早就進來 而且他早就在社區裡面 只是說對於那些慢性病 我們昨天也談到 特別是肝功能不好的 腎功能不好的 或者是說ACE2 就是那個微環境呢 比較不好的那些人呢 他特別容易呢 這個所謂的你的ACE2 跟這個武漢肺炎病毒結合 所以你的死亡率就會變得很高 說到八了 你如果自己還是你的時代人 有那個糖尿病的啦 藥肌病的啦 肥常常在賣的啦 要這種的啦 還是那個什麼肌肉 心臟病的這種的啦 慢性疾病的 你自己呢 只要跟人接觸 請你口罩就戴上來 做好防護 隨時洗手 你如果是健康的民眾呢 你就不用那麼那麼的擔心 真的要好好的保護自己 不過我們來談談 特別要請教張老師 說實在 我也認為說 我們如果一直在撇清說 我們沒有社區感染 沒有社區感染的話 也不會讓民眾說 真的好好去做好防護 我們來看看其他國家的情形 香港在二月五號林鄭月娥就講說 香港已經出現社區傳播了 而且情況是讓人家很憂慮的 新加坡呢 他沒有說我是社區傳播 我就說我這個有限度的社區感染 不過呢 已經有五個感染群了 那特別像新加坡的部分呢 包括在基督教啦 或是在那個酒店裡面都有 日本呢 他講得更清楚啦 就是擴大感染的初期階段 必須要預期感染會正式的蔓延出去 韓國說呢 武漢肺炎已經突破了韓國的防疫網了 韓國已經正式進入社區感染的擴散階段 光韓國今天就增加了五十三例 我們先來看看日本的情形 待會請教一下張老師說 究竟包括從民眾一直到指揮中心 該如何面對現在越來越嚴峻的挑戰 而很好 這個是那個John Hopkins這個大學 約翰霍普金大學呢 他們所整理的 當然是根據各國的這些官方資料 全世界確診的案例在這邊 然後呢 你如果點進去呢 包括中國有多少人確診 多少人死亡 多少人治癒 那你如果想看 不管是說那個Odus 當然就是在日本外海 這個鑽石公主號啦 南韓的新加坡的日本的 或者我們看一下臺灣的部分呢 就是已經有一名死亡 兩名是治癒的 那確診是二十四個 所以這個部分 這個網站 你只要打那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然後這個所謂的國際的這個 COVID-19 你就可以找到這個網站 很好用 不過再請教一下張老師 換句話說 包括日本 韓國 新加坡 香港 其實某種程度 他們都已經正視自己 就是社區感染 或是叫社區傳播 我們需要真的全面提升我們的警戒嗎 是 我覺得這個邏輯是應該這樣子 我們要稍微往前看 我們真的面對風險 應該是在十二月初的時候就有風險 你可以想見 我們跟中國大陸 每個月有那麼多人來往 所有的這個港口 我們十二月初 當武漢有疫情的時候 其實我們那時候就已經有潛在的疫情 潛在的進到臺灣的 十二月初 如果說剛開始武漢的 回到臺灣的人沒有那麼多的話 至少到一月初 就已經相當多人 已經帶著病毒 可能進到我們的社區裡面了 意思 我們今天在看這個風雲 不是說前面大浪要來 今天是大浪 大浪已經過去了 或是已經來了 已經來 我們現在已經在讓頭上 那如果現在我們在讓頭上 我們現在看到的二十四一二 這些來講 比起韓國 日本 新加坡 香港 我們是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安全 相對的 那當然你會想說 會不會是 有沒有找到 可是你看我們部下天裸地網 實際上現在所有進出臺灣的 然後我們國內的 必須講 我們的醫療非常的普及 我們的醫院診所也非常普及 像前面那個二十四 他是看了四次 他不是過年期間沒有病看 他是看了四次 所以你看我們有這麼多密集的醫療的警覺心 也在 我在這種狀況 我們看到有兩個case 有點是群聚 可能是群聚 是 才這樣子 很多國家會想說 你們跟中國大陸那麼密切來往 現在才看到這種情形 當然如果過度的樂觀 是不不恰當 但是我個人覺得以這樣來看 你可以看到我們風險是十二月就已經開始了 是 但是現在已經兩個月了 已經兩個月了 所以 應該是現在 你說現在很慶幸 當然講得太多了一點 我覺得民眾是是要要關心 要要去想這事情 但是不能夠草木皆兵 我常常認為就是說 如果在一個群體裡 你如果都是沒有跟人家非常密集 近距離的這樣子的話 你基本上不會容易得到感染 第二個 如果是在一個群體裡面 坐車子的 有自己覺得有症狀 應該戴口罩 對不對 避免 不管我今天的不舒服 是不是 是不是因為特特別的原因 是不是那個病毒造成了 我至少戴個口罩 是 前天你的節目 我就沒有來 因為那天 我身體不太舒服 我就自己回家 這個自我管理了 我聽說張武修老師發燒 對啦 因為就是有點疲累 所以回家自 我也想說會不會是呢 那我當然不能夠影響到信聰 所以我就自我管理 那還有呢 在一個群體裡面 鼓勵大家 如果你真的不舒服 就不要到群體裡面去 瞭解 瞭解 那如果你覺得自己 很比較累 比較比較疲累 可是你參加 那你自己戴個口罩保護 所以我覺得兩邊 自己其他的人 真的是不需要過度的 過度的這個優力 當然 即使沒有這樣 我們還是很多人很優利 你看 每天有那麼多人排隊 所以要排好久的隊 才領個口罩等等 這次當然都是優利的表現 那 可是我自己的判斷 希望這是對的 我們實際上已經浪頭 快要過去了 那再讓我們的防疫人員 再繼續 保持這種高度的密切 不過呢 中部 這是一個案子 北部這個案子 現在日本要回來 馬上要回來 另外一個 我們也避免說我們的防疫體系 要開太多窗口 是 同時要面對太多的這個 這個戰線 我想這個對我們醫療體系 壓力會太大 但是我感覺啦 我們的樂觀 也就是說 如果你在一個黑暗中 引引看到前面已經有光明 是 是 不過我們剛剛再重複一下 張老師所說的 我們還是用這個 John Hopkins的這個網站 你看臺灣二十四個 可是臺灣跟中國大陸 是這麼的近 這麼的密切 但是呢 包括香港是一百零四個 新加坡是八十四個 日本是八十四個 這還不加那六百多個人 那香港是六十七個 不好意思 剛剛是新加坡 然後這是南韓一百零四個 泰國都比臺灣多 是一個 對 那所以第一個呢 其實真的要謝謝 那體諒那個 所有的第一線的防疫人員 那再來就是說 我要請教謝醫師 他會有兩個不同的 那個觀點 一個是 如果第二十四例來看的話 一月多 甚至可能去年十二月多 病毒都進來臺灣 然後你不管是從第十九案 那個白牌車司機 來看的話 很顯然在社區裡面 我們還是很有可能遇到武漢病毒 這是一個 但另外一個 可是如果是到處都有的話 兩三個月過去了 不可能只有二十四 也就是說如果有 那可能很多呢 是根本不會發病 而沒有發病 再經過一段時間之後 身體的抵抗力 就把這個病毒消滅了 所以他也不會再有傳播力了 所以你可以很樂觀地看 你也可以很悲觀地看 那你會怎麼看 我們剛剛已經有提到說 無症狀的感染者 那我基本上就是他傳染的能力 其實跟他造成飛沫的能力 還有他的活動力有關係 那他如果沒有呼吸到症狀的話 可能他的傳染能力 可能我們可以樂觀地想 應該是會比較低的 那我們我覺得我們臺灣有一點很好 就是說我們就醫非常方便 所以就是如果一生病的話 就去看那這兩個案例 一開始沒有被發現 是因為我們那個篩檢的條件 跟我們那個檢驗的量能有關係 那如果說假設我們的檢驗量能 有辦法再把它提升的話 然後再之後 如果有辦法再擴大 這個檢驗的範圍的話 那更能夠找出潛在的病患 不過我覺得應該不用這麼悲觀 因為其實如果說這個時間這麼長 那我們並沒有發生大規模的 那個社區感染 像日本 韓國 新加坡這樣的話 是 我覺得我們確實像剛剛張老師 所講的我們 假設我們可以把我們的疫情 控制在我們的醫療體系 可以負擔的範圍 就是病床夠用 是 醫護人員沒有很多人 被強迫要回家 回家隔離 或者是說甚至要住院隔離 這樣我們可以撐過 然後根據之前 那個SARS的經驗 到六七八月以後 其實這個 我覺得 氣位越來越高 對 就會 危機就越來越少 危機就會慢慢地 會比較解除 不過昨天我們用了一個比喻啦 現在很像是在怕火一樣 前面呢 我們有一道防火牆在 那確實有部分的灰青 灰花 會噴進來 噴進來 我們就全體一直把它撲滅 我們要避免說這個火星進來之後呢 燒得很旺 所以我們要保護住 我們的醫護能量 只要我們醫護在 所以這個火星進來 很快就可以把它撲滅掉 現在我們情形是有 零星的火花進來 馬上把它撲滅 控制住 那我們其實現在還算是很安全 不過呢 這真的是一個 很狡猾的病毒啦 什麼樣狡猾呢 讓你很鬆懈的時候呢 它就用很強大的姿態出現 然後呢 它可以偽裝成很無害 但是突然間 十九例 二十四例跑出來了 賴明昭 臺灣的冠狀病毒支付 他說武漢的肺炎病毒 是基因最多 傳染力最高 是目前最強 最毒的冠狀病毒 SARS重症率很高 致死率很強 當時十七年前 大家走到要死 可是呢 SARS病毒害死了自己 因為他害死了宿主 而這個病毒呢 看起來很厲害 臺大的副校長張尚純說 病毒很聰明 這是成功的進化演變 SARS就失敗了 發燒傳染 病人死了 病毒自己也死了 那中國工程院的副院長 他說呢 武漢肺炎轉變成長存人間的疾病 要從病毒學上找出流行 跟生物學的規律 中國上海這個研究所 他說病毒在人傳人之後突變 讓痊癒的患者再次染病 而且騙過現在的檢測方式 什麼意思呢 昨天我們第二十三例 那是採檢第四次才陽性 第一次是陰性 然後第二三次是弱陽性 到第四次才是陽性 騙大家騙那麼久 美國CDC的主任 前主任他說呢 病毒可能會成為新興的傳染病毒 人類要有長期抗戰的準備 我們再來看看臺灣呢 那其實現在會有兩波比較大的挑戰 第一個是應該是明天 就要回來臺灣的武漢 在日本的這個 鑽石公主號的乘客 第二個下禮拜二開學 被起消毒水 進入校園 無論是洗手臺 樓梯扶手 還是廁所門把 全都不放過 要做好消毒防疫工作 全台高中職以下學校 將會在二十五號開學 如何防毒武漢肺炎疫情 成為家長和學校最重視的事 他的傳染力比較強 而且他老師跟學生的 這個接觸的情形也蠻多的 所以這次我們把正列的老師 就是說師生只要有一位 確診全班就停課 補課的是時間 可以是在週間 或是假日 甚至暑假 教育部宣布最新的停課標準 高中以下學校 一班當中有一位師生確診 是全班停課 全校兩位確診 就全校停課十四天 大專校院部分 同樣是一人確診 他所修課或授課的全部課程停課 兩人確診就是全校停課 對高三生來說 只考延後時間 還有申請入學等管道要準備 至於國三學生會碰上五月會考 因為疫情的不確定性 家長和學校端都繃緊神經備戰 校園消毒防疫要做好 學生的課程 有教育會考 真的是有哪一班 因為一個病例 然後來停課十四天 功課的複習的一個內容 要怎麼去把它補回來 真的是很不容易 就是我們把用Google的課堂來做整個的 整個那個 我們教學資源的整合 然後讓孩子能夠依照自己的步調來學習 校園消毒防疫要做好 學生的課程進度也不可以落掉 在臺北市有酷克雲 桃園也有線上學習平臺 確保學生在家也可以用視訊學習 力求在防疫優先同時 也不要影響到學生的受教權 接著臺北桃園彰化台東綜合報導 今天教育部也公佈了最新的有關於防疫的政策 不管是上學前或是進學校呢 那個發燒的標準很清楚 你如果這個紐這個頭到這裡 這個是因為表面 所以低一點點 三十七點五度 達三十七點五度 就是發燒請你回家 或是你根本不要出門 如果量耳溫 裡面比較高嘛 三十八度 這很簡單 這三十八度 這三十七度半 發燒回去家裡 不要害怕 再來呢 如果一個確診的話呢 這一班九個停課 兩個確診的話 這一校整個停課 如果一個鄉鎮市 有三分之一的學校 全校停課的話呢 這個鄉鎮市全部都停課 這個標準也很清楚 大專院校一個師生確診的話呢 這個師生的課呢 停課 譬如張老師 你教這一堂課 然後你同班同學有一個呢 就是老師的課就停了 那兩個確診呢 這個大學就停了 這個標準其實蠻嚴的 口罩配給的部分呢 五十個師生員工發一盒五十片 那但是不是每天發五十片 是讓你備用的 你如果發燒 腳掃這個先讓你口罩先用 這不是每天發啦 所以其實學校裡面口罩也是很缺 防疫物資會有應變小組 而文腔兩萬五千支酒精 八萬四千公升等等 我再請教一下素晴 我們剛剛談到這支病毒很狡猾 他呢 他可以偽裝成輕症 他呢潛伏期一下可能是兩天 可能是四天 可能七天 可能兩個禮拜 可能三十幾天 然後呢 要嘛傳染力很低 要嘛傳染力超強 要嘛沒症狀 要嘛重症死亡 那你要怎麼逢 對所以他防不慎防啊 因為你看他最短的 我們有一例夫妻 他們幾乎是同一天出現症狀 是不是 然後最長的鍾南山說 他們有三十幾天都有的 對不對 所以他根本就非常的困難 所以老實說 防不慎防的情況之下 就是做好自己 所以實在的話 就是這樣 你就別想他了 人家想你平常防流感 怎麼防 你平常避免自己生病 怎麼防就那樣防 是 所以我覺得 我甚至覺得我們這個校園防疫啊 這樣真的好嚴苛 我好擔心我們的孩子們 會不會接下來這個學期 不用上課 為什麼 因為老師 老師是樂觀的 老師樂觀的 因為老師會覺得說 我們好像那一波浪已經過了 可是我覺得我們有三波浪 我們一波浪是 那個投票那一波 一波浪是過年前回來那一波 一波浪是武漢逃難潮 因為武漢逃難潮 我們鎖了之後武漢 可是很多都是從武漢外面的東西 外溢回來的 你必須知道他們當時的情況 所以我相信 我們投票那一波過了 但是我說我們那一波 我們只看到這兩個是重鎮嘛 我們不知道重鎮之外的輕鎮 因為浙江那個人那麼幸運 只傳染給一個人 並且就是一個重鎮 那我跟妳講 我們可能還有兩波 對 一波呢 大家很清楚 清明掃墓 是 臺商或是各地 第二波打可能比較忽略 沙櫃小媽祖 是 白甲阿嬤 白山敦 黑媽祖幾十萬人 淨香 這個其實又是一個很嚴峻的挑戰 我再請教一下張老師 整體的防疫政策 能否給一些建議 是 沒有 我還是認為 我們下一波的危險 就看這一波做的就是校園 下禮拜開雪之後 當然是 當然是很大的這個衝擊 如果這一次衝擊 也沒有產生太大的這種 這個群聚啦 或是 我想我們基本上已經考到八十九十分了 就是如果有問題 我們的問題也非常小 當然你說到清明節啦 清明節還有一段時間 一個多月啦 是 連前端這邊都已經克服了 我相信 除非我們有做出什麼錯誤 可是截至目前 我們防疫 沒有沒有換什麼錯誤 這個是非常關鍵的 我們整個協調也都還 還很不錯 那物資也在上來 所以我認為要 繼續保持這樣的這個 就當然醫療團隊啊 還有這個防疫團隊 繼續保持這樣的這種 全力備戰 民眾應該是可以放心的 我是依據證據來看 不是說過度的這個期待 那當然呢 民眾的配合蠻重要的 因為民眾如果該在家裡的 自主管理也趴趴走啊 會把我們的人都累死啦 會把醫療的人累死 那我覺得 對 我們有些可以做的工具 比如說洗手戴口罩 還要打疫苗 流感疫苗 還有很多人沒有打 我甚至會建議 今年秋冬的疫苗 要多打 因為現在民眾對自主的照顧 特別有興趣嘛 對不對 你現在叫民眾 你知道打疫苗 流感疫苗是一本萬利 花一塊錢 可以賺八塊錢回來的 因為就不會產生肺炎 死亡等等 過去你叫民眾去做 不見得大家很願意 今年你看全民總動員這樣來做 今年年中之後的疫苗 應該要加強 應該讓民眾能夠打更多的 這個流感疫苗 所以我覺得他有緊張 可是有很重要的學習 包括血統的學習 這都是無價之寶 一個國家在面對隔壁的鄰居 這麼大的大火子 那我們哪有辦法全身而退 不容易了 了解 有小小的火花 那你就像你講 很快把他撥沒 集中全力 對對對 而且不扯後腿 你看這個前線的人 很多我的醫療朋友 都沒有休假 應該給他鼓勵 如果還沒試機找他們麻煩 或是把醫院擠爆 我相信他們就很難把事情做得很好 沒錯 那我是從人性的角度 如果人家在前面打仗 你在後面扯他後腿 或者是你在一直唱帥他的話 說實在第一線的人 怎麼樣集中全力去打仗 這是一個 第二個呢 我們其實昨天本來想談流感 因為流感現在死亡率 其實死亡人數比這個武漢肺炎高 很多很多 但到現在為止公費疫苗 還很多人沒去打 不用錢 沒有人要煮 大家一直煩惱說死亡 我手沒口罩是要怎樣 大家不要去洗手 所以有時候緊張要緊張 對的地方 我再請教一下 謝醫師 能否給 所有一般民眾 在面對武漢肺炎 一些建議 該怎麼樣去調整 自己的心態跟做法 我覺得最重要的 還是那個自主健康管理 像我們剛剛提到 那個學校 他訂了這些停課措施 但是如果我們自己家長 在這個對於自己家庭裡面的健康管理 就是要做好 就是假設你這個小朋友 就是開始咳嗽 有些症狀 就自動請假了 就不要再讓他去學校 被老師發現 發口罩給他 再叫他回家 或是被量到體溫 是 高才會加 因為體溫 我們已經知道 就是說一開始的時候說 資料告訴我們 百分之九十八會發燒 可是那個 那個 那個標準是三十七度三 好學生 不是說生病的 硬拖著生病身體去上學 好學生是說 有公德心 顧好自己 也顧好別人 對 謝謝你 武漢肺炎全球簡介 日本新加坡確診病例 節節上升 台灣各級學校 下週就要開學 校園防疫 從師生到家長 該有什麼觀念 防堵校園感染 SOP怎麼做 專家預測 台灣終究會發生社區感染 面對可能的社區疫情 我們真的準備好了嗎 週本節八點難不開講 防疫總動員 對抗習慣肺炎 避免社區傳播 政府民間該怎麼做 因為以為要住民宿嘛 看到他們兩位 我尖叫 我們今天要 不醉不醉 好 好 公視全新實境節目 君三個 歡迎光明 大家好 我是侯怡君 公共電視對我來講 有一分特殊的情感 大概是二十年前 我參與了公共電視的單轉 雯蓮 沒想到將近二十年後 我又在公共電視演出了 鏡子森林 我在鏡子森林裡面 飾演的是網路總編輯 雙愛 色他非常善於交際 然後為了新聞 為了點閱率 他是不顧一切 一定要達到目的的一個角色 我們就好 師長 早 公共電視的戲劇 讓我們有一種鄰居禮感 希望我們用各種不同的角度 去看待這些社會議題 所以如果你 我有共同的想法的話 我們是不是可以一起支持 公共電視的戲劇平台 拜託一下 請波塔 均款專線 02-2633-9922 大家好 我是鑰匙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 黃金順 社區要求於武漢會員全民防疫期間 主動配合防疫工作 協助口罩花放 提醒民眾一定要攜帶健保卡 外籍人士可憑肌流症購買 每張健保卡 每次可購買成人口罩兩片 12歲以下兒童健保卡 可依需求選擇兒童口罩四片 或成人口罩兩片 購買前請先告知藥師 7天內不能重複購買 社區要求與防疫人員 共同站在防疫第一線 全力配合武漢會員防疫工作 請民眾體諒藥師的辛勞 給藥師一個微笑 請按 animated 請按下 逮捕 指定 指定 感谢观看